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23篇 第44章 摩虚 实质墙壁上的未知文字 所携带的扑面而来的强烈情绪 让罗锋一时间都仿佛陷入狂暴冲击中 隐约见 宛若一个古老强大存在 耳边怒吼 一个个死亡 一个个死亡 谁都摆脱不了 谁都不行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紧跟着 罗锋便恢复了清醒 文字中隐含的情绪竟强烈成这样 且都含有他的意志了 罗锋为之炸舌 一个不知道哪一个轮回时代 就陨落的可怕存在 仅仅留下文字都能这样 他的实力得强成什么样 不过这文字和质宝传递讯息时的文字一样 质宝一件件诞生 可没谁知道 质宝到底是谁制造的 原始宇宙 宇宙海 还是其他 现在看来 许多流传的质宝 恐怕和这已经掩灭的强横文明有关 罗锋暗自猜测 罗锋转头看向旁边的老师 坐山客却是默默看着 以坐山客的实力 倒是不受那文字强烈情绪的影响 其实他的眼神却隐约有些悲凉 许久 才缓缓摇头 看了眼罗锋 罗锋 这留下文字的神秘强者比我强 比任何一个宇宙最强者还强 就是你们人类的元祖 怕都不及 或许两大圣地宇宙的士祖能媲美吧 强悍如斯 可结局 却这般悲惨 坐山客摇头 我们宇宙海 现如今活跃的三个轮回时代 两大圣地宇宙 在数千乃至过万个轮回时代后 不知道又有谁 又有哪个族群 能存活 罗锋一正 是啊 不用多 只要再过三个轮回时代 现如今 这大量的强者们 恐怕就两大圣地宇宙能幸存吧 想要再出一个圣地宇宙 太难了 老师 罗锋双眸 目光凝联如刀 轻声却坚定道 希望或许渺茫 可毕竟两大圣地在哪 我等都看到希望 不管怎样 都得拼一拼 我活到如今 才十余万年 相对一个轮回时代而言 无比的短暂 今日 我能达到这一步 那上亿年 百亿年 乃至更久 我一定能走得更高 没有路 都得走出一条路来 更何况 早有强者成功过 座山客 看了眼罗锋 笑着点头说 哈哈哈哈 我倒是受那些文字影响了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锐气十足 要的就是这股锐气 像一些活了无尽漫长的老家伙 漫长时间无法突破 早就磨掉了他们的锐气 好好努力 说不定将来 老师还要借助你 借助 罗锋心中一动 走 看看 当年生活在这儿的强者 还留下些什么 座山客道 是 罗锋一路跟随 罗锋和座山客都非同一般 这游逛起来 身形犹如流光 目光一扫 一切静寂在心中 速度自然极快 整个岛屿 无比宁静 和深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 和岛上 连一点植物都没有 一点宝物都没有 就是无尽的宫殿 罗锋 罗锋按响 忽然在前方的座山客一迈步 搜得直接到了远处 第三座宫殿内 罗锋 过来 座山客声音中 云含着一丝激动 罗锋速度略微失展 瞬间抵达那座宫殿内 在巨大的宫殿的巨大庭院内 有着雅致的一些装饰品雕刻 并且庭院中 还有着一面巨大的装饰性的石壁 石壁高约千米 长约两千米 整个石壁上 散发着无比强烈的气息 这是 罗锋一眼看清 这面石壁上 有着微小到纳米级的 无数密文图案 无数的密文图 就仿佛镶嵌在石壁上 石壁 好似他们的巢穴 最终汇聚成一股 立体的巨大奇异密文图 砰 一股气息 冲击罗锋的意识 前方原本只是石壁 可此刻一切都变了 只见那石壁仿佛 允含一方世界 世界中 有着无数的生灵 或者是岩石类生命 或者是金属类生命 或者是血肉类生命 一亿万生命 都全部跪伏着 朝的一个方向跪伏着 朝拜着 口中发出了 共同的声音 摸许摸许 摸许 声音震震 宛若山崩海啸 罗锋 醒来 一股强烈的神力冲击 令罗锋惊醒过来 老师 罗锋转头看向老师 心中 却满是震惊 太可怕了 这 这是什么秘法 自己研究秘文图流 也细心研究过 微型宇宙秘文图 可是 微型宇宙秘文图 和眼前 石壁 隐含的广袤 神秘 秘文图 相比 简直就是一朵火焰 和一颗恒星 相比 而且罗锋 敢肯定 之前自己 所看到的景象 正是那石壁 秘文图 引起的 而创造 那秘文图 的存在 如果 真正施展 那秘文图法 定能让 亿万 生灵 臣服 至少 宇宙之主 绝对抵抗不了 瞬间 就会成为 其奴仆 你还真是大胆 一来 便直观 那个 整个石壁的 秘文图 这石壁 秘文图 乃是古老 存在 遗留 深奥不可测 就连我 都只能 看懂一心半点 坐山客 摇指旁边 我让你 先看这边 罗锋 顺着老师 所指的方向 看去 那是 庭院墙壁 墙壁上 有着一些 文字遗留 一看便知道 和之前 看到的 那疯狂的 遗留文字 是同一个 强者遗留 我终于突破了 可死亡 还是很快 会降临 我不甘心 我后悔 可是晚了 一切都晚了 一个个都死去 我达到 我达到新的境界 捂出我的最高 绝学 可是晚了 这密文图 所代表的绝学 便是我的最高 巅峰 最高 巅峰 啊 简短的文字 似乎书写 这段话时 愤恨之气 没那么强了 有的只是悲凉 罗峰看着墙壁上 这段留言 顿时了然 原来之前 石壁上的那宛如 镶嵌在 石壁上不可思议的 密文图 竟代表着那位 强者的最高巅峰 这已经不是第一例了 座山客道 再三大绝地 像一些核心之地 都会有一些古迹 一些不知道 多少个轮回时代 之前的超级存在遗留的 我所见过的古迹 加上这次便有九例 有些古迹用途很大 有些古迹却没有用途 罗峰点头 连自己都得到过 纪凡子的遗迹 也发现到这 一些能进三大绝地 核心之地的宇宙最强者们 能够发现 诸多古迹也不奇怪 这位存在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座山客摇头 他并没存心想要传承 若是要传承 即使不详细指引 也好歹留下数十份密文图 从低到高 也好让后来者好好琢磨研究 他却直接留下 这最逆天的一套密文图在这 连我都没法修炼 谁能修炼 神燕族曾经走运 发现一套古老存在遗留的完整传承古迹 座山客感慨 我怎么没那么好运 罗峰 我让你别看石壁 你又看 座山客忍不住他 此刻 罗峰正看着石壁 只是他仅仅观察石壁的其中一个角落 而不是之前观看整个密文图 那一个角落 约莫是整个密文图万分之一的部分 只是无数微型密文图彼此构建 甚至贯穿石壁内部 有一种宇宙式基本离子 基本离子又组合成生灵的诡异感 那些密文图 每个图都很精美 无数微型密文图的构造 更是让罗峰完全沉迷 金木水火土 风雷电光线 时空融合法则 狗屁 通通不是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 更加精妙不可测的 罗峰完全为之震撼 忽然 罗峰 醒来 坐山客喊道 罗峰转头看向老师 老师 我这次没受到影响 我很惊讶 唉 你这一看 已看了超过三天了 坐山客摇头无奈道 难道 我一直站在这 这密文图虽然玄妙不可测 可和我却不是一路 啊 三天 罗峰一正 全身经沉浸在其中 时间过得还真快 老师 这密文图无比高深 怕是亿万年我都研究不透 可是 我从它最基本参悟 却使得我在密文图虽上有所映照 我密文图虽造诣 困在宇宙尊者极限 已经很长了 我感觉 这是我一个突破的契机 坐山客笑了 哈哈哈哈 也对啊 对我无用 你确实也走那密文图虽派 密文图虽派 便是要观察越多的密文图 研究越多 才有突破的可能 你在这三天 我也看了三天 我也有些感悟 从中感悟出五大密文图 你去看看 画 坐山客摇指旁边的 庭院高大的墙壁 只见十字墙壁上 顿时刷刷刷出现了无数的细小密文 一个个巨大的密文图 同样比微型宇宙密文图高深极多的五大密文图 分别在墙壁的五处位置 这五大密文图 是我从中五处 都有那绝学的千分之一位呢 有这座跳板 你参悟也能更快 座山客直接道 罗峰目光 看着那五大密文图 不由为之震撼 不愧是制造出至强至宝的存在 这实力的确可怕 别看了 该出去了 座山客笑道 这岛屿很是宁静 又没有任何危险 你只要在这留下一个神力化身 即可慢慢参悟 你可知道 现在外界正发生着大动静 我已感应到外面那强大的波动 估计是宇宙最强者在交手 宇宙最强者交手 罗峰一惊 否则我岂会叫醒你 座山客笑道 你留神力化身在这儿 神力化身虽然实力很弱 可没谁攻击 也不会有事 完全能在这儿进行参悟 走 我们去看看 如果来得及 或许还能看到交战场景 说不定 交战的一方 很可能是你们人类的巨幅创始者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23篇 第45章 交出宝屋 听到外界交战的 很可能有巨幅创始者 罗峰便再也定不住了 老师 我们赶紧走 罗峰连道 同时转头 看向旁边 只见一丝丝迷蒙的神力 从他神体中飞出 而后在旁边凝聚 凝聚成 以人类形态 正是一尊化身 将宇宙 将宇宙尊者 就能轻易使用神力化身这一招了 而不久 却很难使用这一招 因为 他们的神力很弱 分出神力少的话 连维持基本的意识都做不到 分出神力多点的话 比如分出50%的神体 却会令分裂开的神体 战斗力都很弱 这就是导致神力化身这一招 在不朽神灵中 很少见到 可宇宙尊者施展 便容易多了 像当初原始星开启 鸿蒙众多宇宙尊者 进原始星 便很多 都是留有化身的 好 我们这就出发 坐山客也不迟疑 仅仅数秒钟后 一尊巍峨的青色山峰 便悬浮而起 直接飞向高处 紧跟着 坐山客又施展出 那巨大的密文图 引动这隐秘空间 便被直接传送出去了 这隐秘空间 也只剩下一湖 一岛 一神力化身而已 无尽 冰层大地 青色山峰 又再度出现 搜 青色山峰 迅速朝远处 高速飞去 根本无使任何危险 和深渊其他地方比 那隐秘空间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罗峰赞叹道 没有危险 平静得很 难怪当年 那位超级存在 是住在那 而且这等进入出来的手段 也很高明 我看过老师施展 也依旧学不会 等你成为宇宙最强者 就能学会了 坐山客看向罗峰 对了 提醒你一句 你那神力化身 最好安心待在那 好好参悟 可别突然散了 你那神力化身 老师我可没时间 再来送你进去 明白明白 罗峰笑着 罗峰笑着 自己仗着密文图 流造诣 或许能和宇宙 知主们斗一斗 可是和宇宙最强者们 比起来 和比宇宙最强者 还可怕的 已经掩灭 不知道多久的 古老存在们相比 自己还是太稚嫩了 这次既然能够研究 那位存在的最强绝学 自然不会轻易罢手 反正就一神力化身 大不了一直生活在那 罗峰双眸放光 不管怎样 都得好好研究透 我的秘法 可全指望着他呢 刷刷刷 谈话间 山峰速度却是越来越快 已然突破百倍光速 继续往上飙升 哇 罗峰也注意到 山峰的超高速 老师啊 你这 你这超高速前进 突破了运转法则限制 引起波动不小 会被战斗的 宇宙最强者发现的 罗峰忍不住的 坐山客坐在哪 悠闲自得的 给自己倒了一杯果酒 难道 万吞吞飞过去 等你飞过去 那战斗早就结束了 可是 罗峰一时间说不出话 百倍光速 恐怕得飞几天 几天 强者战斗本来就快 即使是宇宙最强者 厮杀惨烈 能维持半个小时 就很夸张了 当然 追逐战除外 一些强者 一追一逃 追逐战 耗费千年万年 都是常有的 可真正正面拼杀 时间都很短 速度慢了 还不及 速度快了 又会被发现 就算被发现 又如何 坐山客端起酒杯 盛了一口 赞叹他 来来来 这酒不错 是第二轮回时代的 一位好友 请我炼制制宝石 送来的 尝尝 罗峰 哑然失笑 老师既然不怕 自己还担心什么 炼制制宝石 送的酒 得尝尝 罗峰走上前去 坐山峰 速度直线上升 千倍光速 万倍光速 十万倍光速 所过之处 浩浩荡荡 摧枯拉羞 唯能逆天 罗峰才喝了两口 砰 一股盈盈的震动 便让罗峰 脸色微变 到了 坐山客起身 随即右手一滑 周围的景色 一切都变成透明 整个山峰 都不再阻碍视线 罗峰朝外一看 摇摇便看到 无比耀眼的光芒 周围的狂风 早就溃散 炙热的炎流 早就断流 在宇宙最强者 交战厮杀面前 这些并不团结 纯粹于宙周 自然携带的能量 明显处于弱势 那强大的波动 让罗峰站立 我到了这儿 才感觉到震动 而老师却在 隐秘空间时 就感应到了 罗峰也明白 自身和宇宙最强者的 差距何等大 随即便不再想其他 而是仔细看去 想要看清 远处到底有没有 巨幅创始者 嗯 坐山客 却是惊讶的 交战的双方 一方的确是神眼族 是神眼族的 第三真主和第六真主 不过另一方 竟然是金黄 金黄 罗峰也听说过 金黄 宇宙最强者 称号金黄魔神 又称金黄童子 本是第二轮回时代 七大巅峰族群 世梦族强者 后来 因为特殊际遇 生命发生变化 变得长相 有点类似用黄金雕刻出来的 一尊妖魔孩童形态 共有十三对手臂 而且还可以分成 十三分身 世梦族虽仅仅仅就一位宇宙最强者 可凭借金黄魔神的威能 依旧令世梦族名列第二轮回时代 巅峰族群 是金黄 罗峰暗松一口气 还好 和神眼族交战的不是巨府 若因为自己这件事情 使得巨府和神眼族交战 赢了还好 就怕导致巨府受伤等等 同时罗峰仔细看去 远处 时空扭曲 在那扭曲的时空中 无数的流星耀眼划过 在最中央呢 乃是一巨大的异兽 那异兽 威额高档 有点类似章鱼 共有十三触角 仔细看能发现 整个异兽身躯 静节乃是兵器凝结构造而成 十三条触角 扫荡虚空 掩灭一切 哄哄哄 耀眼的无数流星 轰砸在那异兽身上 异兽的十三触角 疯狂舞动 抽打开一个个流星 还有着耀眼的两道闭光 这两道闭光 长百万公里 锋利无批 二者并行 一次次划过扭曲的时空 刺向那异兽 金黄魔神 罗锋低声道 第三真主 和第六真主 这些威名赫赫的存在 都有招牌式至宝 金黄魔神 那施展出正在战斗的是金黄兽 算是仅次于至强至宝的宝物 媲美 锋魔灭神甲 不过很显然 有金黄魔神施展 那威能 比武魂之主 用灭绝神楷 明显不同 第三真主 名为星辰真主 施展的则是那无尽流星 乃是领域类至强至宝 名为星辰国度 第六真主 名为闭眼真主 施展的则是两道闭光 实际 乃是很诡异的灵魂攻击至强至宝 名为闭眼之光 老师 这金黄魔神 施展的并非至强至宝 竟能抗主第三真主 和第六真主 罗锋他 哦 坐山客摇头笑道 首先 金黄 他看似仅仅施展了金黄兽 实际上 金黄兽体内 还有一宫殿类至强至宝 所以金黄能轻易承受 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 他们俩也没有用权力 星辰国主 仅仅使用领域类至强至宝 随意星辰轰击而已 主要还是第六真主在攻击 坐山客道 而且你应该知道 第三真主 有两件至强至宝 罗锋点头 是啊 眼前这三位宇宙最强者 金黄魔神 第六真主 都有一件 至强至宝 第三真主 确实有两件至强至宝 这也让罗锋唏嘘 在原始宇宙中 还有宇宙最强者 没至强至宝 可是活得更久的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的宇宙最强者 得到至强至宝比例就高了 因为他们俩 因为他们俩清楚 金黄魔神 由宫殿类至强至宝在身 即使任由他们攻击 他们也奈何不了 所以也没有出权力 坐山客解释道 那金黄只是不甘心被蹂躏 所以才施展金黄兽对抗 可奇怪的是 神眼族那两位真主 明明知道 金黄魔神 有宫殿类至强至宝 根本杀不了 那为何还不放弃啊 他们估计在传音 坐山客道 我来探查探查 砰 一股萌萌黑光 以青色山峰为中心 迅速朝远处迷闷开去 很快便冲进那战场 坐山客 你在远处观战便观战 怎么要插手 一声冷漠怒吼响起 这声音在坐山客的引导下 罗锋也能神力感应到 坐山客 满刀 你也会参战 另一道声音 戏穴道 第六真主 我只是好奇 你们俩为何围着金黄攻击 明明知道金黄有那至强至宝宫殿 你们奈何不了 还不放弃 坐山客 哈哈笑的 至于第三真主 问我参战不参战 我可不喜欢打打杀杀 在旁边看着就很好 你们还没说 为何这么纠缠 哼 这金黄拿了灭绝神凯和银色羽衣 不交出那两件宝物 我们怎么会放他离开 对 我俩是奈何不了他 可我神眼族其他两位真主也将敢来 即使他有至强至宝宫殿保护 我等四位真主联手 也能封印镇压他 闭眼星辰 高亢声音传来 你们俩太过分了 一来 灭绝神凯和银色羽衣 遗落在深渊 即使我得到又如何 二来 你们之前那般嚣张阻怒问我 我很是不爽 所以说我弄到手了 可我实际上 的确没得到那灭绝神凯 也没得到那云色羽衣 你们俩就是不幸 你以为我俩会信你 第六真主怒吓 我在这儿 就我会得到 那座山客也在 或许他也得到了 高亢声音道 我说我得到了 你们俩也信 座山客也遇到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二十三篇 第四十六章 巨斧 最强之战 座山客 你是整个宇宙海 堪称最顶尖的炼制 至宝的大师 哪里还需要来这寻找那 银色羽衣 灭绝神海 你想要 你自己完全就能炼制 第三真主 声音中允含着轻松随意 而且你又是独行者 要来又有何用 相反金黄他负担的一个族群 也最有可能 座山客顿时笑了 可金黄魔神已经怒火冲天 我说没有 你们就是不信 犹如孩童般的声音 郁家坚力高靠 既然不信 我也懒得让你们相信 我惊慌怕你们 我怕你们神眼族 镇压封印我 来吧 谁都知道你们神眼族七大真主 联合起来手段厉害 我相信 你们有镇压封印我的手段 可是 即使镇压封印 也最多镇压我到这一轮回灭绝吧 带得这一轮回过去 你们第一轮回时代的 全部隐落 到时 我自然就能再度出世 至于我的族群 他们都生活在我的小型宇宙内 不必安全 金黄魔神 显然已经有些发疯了 宇宙最强者何等骄傲 被这般欺辱 怎能不怒 任你再狡辩 都无用 第六真主冷漠道 那一方扭曲的时空深处 无数的星辰化作流光 一颗颗杂响金黄兽 时而还伴随着两道闭光破空 惊慌魔神 即使拼命 或许也能逃 可深渊吞袭力量 本就惊人 要冲出去 必须全力以赴 若是时刻遭受至强至宝 行程国度袭击 根本不可能逃出去 时间流逝 两方便这么纠缠着 老师 宝物根本没被金黄夺取 可那神眼族 罗红皱眉 哼 坐山客轻哼一声 你以为神眼族是为了至宝 对他们整个族群而言 两件至宝而已 且还不是至强至宝 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现在围困住金黄 不让金黄逃走 所谓金黄拿走宝物 其实只是一个借口 他们真正要做的 是要对金黄下手 以显示他们神眼族的威严 不可侵犯 杀鸡尽猴 罗峰脑海中浮现这一词汇 第一轮回时代 即将面临大限 神眼族那般强大 又怎会甘心掩灭 肯定会要疯狂的挣扎一把 这次只是一个开端 坐山客说的 罗峰思寸着 疯狂挣扎 老师 我们在这等着 罗峰有些迟疑 这般围困下去 或许会很久 直至另外两位真主到来 到时候便有四位真主 等 当然得等 这么精彩的事 怎能错过 坐山客呢 罗峰心中 担心四大真主对坐山客老师下手 可老师何等智慧 当然能预料到 既然敢在这儿 定时有依仗 罗峰便不再多说 第九深渊中 好强的波动啊 威俄巨斧正高速前进 巨斧创始者早就感应到那波动了 却避免被发现 一直近百倍光速朝那靠近 交战的应该是宇宙最强者 虽不拒战 可巨斧创始者 也不愿太过嚣张地冲去 时间流逝 两大神主围困金黄魔神 坐山客悠闲悠哉地远处观战 谁 出来 一道怒喝忽然响起 正是第三真主 星辰真主发出 声音轰隆 传递四方 也透过坐山客 施展的领域 传递进来 另在青涩石峰内的罗峰 坐山客都眼睛一亮 朝外期待看去 坐山客更是笑道 呵呵 看来又有强者到了 有意思 有意思 哇 锋利的气息 令一颗颗星辰抛飞开去 一柄巨斧 浩浩荡荡 飞了进来 同时一道粗豪的声音响起 星辰之主 果然厉害 听闻 神燕族七大真主 论实力 第一真主排第一 而第三真主 你便排第二 最擅长的便是领域 你我第一次碰面 却能发现我 的确是名不虚传 巨斧 巨斧 第三真主声音允含着一丝冰冷 来得好 哈哈哈哈 巨斧也来了 惊慌魔神 却是大笑 有趣 有趣 坐山客也笑了 此刻五大宇宙最强者聚集在这 巨斧的到来 另外四位 似乎都挺开心 唯有罗锋 很是震惊 又满是交集 巨斧 创始者 怎么来到这了 难道因为我的事 这下麻烦了 那两大真主极厉害 又擅长联手 那金黄有宫殿类 制成质保 防御最强不怕 可巨斧创始者 没法僵持啊 罗锋担心了 巨斧可是人类族群的顶梁主 真正的唯一之主 元祖被永久镇压 根本无法出来 巨斧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自己可就真最大了 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 的确开心 他们要对金黄魔神下手 可金黄魔神 有那黑石神殿很难缠 虽说看到座山客了 可金黄魔神 虽然难缠 可座山客更难缠 所以他们嘴上 连怀疑都不怀疑 直接说座山客 不可能得到 所谓柿子得捡软的你 巨斧创始者来了 明显更好对付 因为巨斧创始者 并没至强至宝 哈哈哈哈 巨斧 第三真主 声音贯穿 这一方时空 两件质宝 沦落在地九深渊 这时也就你们人类 我神眼族 还有那紫月圣地之道 最早赶来的 也该是我们三方 我早就猜到 最可能得到 那两件宝物的 就是你巨斧 只是一直没发现你 所以只当是金黄魔神 我没得到 巨斧创始者直接道 你说没得到 就没得到了 第三真主直接道 你们小小原始宇宙人类 也敢和我神眼族作对 不管是夺宝 还是你们人类 那个罗锋害死武魂 你们人类都该死 都该灭族 巨斧创始者眼眸中 露出一丝冰冷 灭族 你死了 原始宇宙人类自当灭族 第三真主冷漠道 杀了你 看以后谁还敢和我神眼族为敌 座山峰内的罗锋 听得满心怒火 武魂要杀自己 自己就不能反过来弄死他 而且那神眼族 竟然要尘世立威 那看似弱小的原始宇宙人类立威 不由极交际 转头看向座山客 老师 老师 巨斧创始者 是我人类如今唯一支柱 他不能的 还请老师帮忙 我只关心你 至于人类兴帅和我无关 座山客摇头 罗锋一阵 看着就是 宇宙最强者 没那么容易陨落 座山客的 之前两大真主 围困金黄魔神 拖延了那么久 可此刻 却是瞬间便下杀手 之前要镇压封义我 现在又要杀巨斧 哈哈哈哈 金黄魔神那孩童声音 满是耻笑和不屑 我在这 你以为你们能成 巨斧 我俩联手 好好教训这神眼族 让他们知道 宇宙最强者 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好 远处披头散发的巨斧 创始者 手持黑色巨斧 巨斧上 延伸出道道 黑色流光 覆盖他全身 顿时形成一层铠甲 动 动 动 一声声接连响起 仿佛有一股锤 砸在心脏上 原本高速飞行的所有星辰 进阶停滞 同时发散着耀眼光芒的迷蒙身影 凭空出现 他面带微笑 显得很是仁慈 无数的星辰停滞着 这一刻 这迷蒙微笑的男子 就仿佛无边时空中 唯一的真神 而后轻声笑着 一念起 变为永恒国度 砰 一颗星辰裂开 迅速变化 化为了一头四提独角异兽 砰 又一颗星辰裂开 瞬间化为了双头蛇蜊一兽 砰 砰 砰 无数颗星辰裂开 出现了亿万头异兽 这无数异兽 静劫 面对那迷蒙男子 朝他朝拜 朝他跪服 发出一声声 嘶哑的声音 那种绝对的压制 令一封宇宙空间 完全凝结固定 罗峰在青色山峰内 遥遥看到 都感到压力 同时也回忆起 那隐秘空间中 所看到的最强秘法 摩虚中 一亿万生灵贵服的场景 感觉很像 显然眼前这一招 略为简略 却已然有了 那股风范 沈雁族 曾得到完整古老传承 所以战斗方式 也是那一强大文明的 战斗方式 坐山客道 和你之前观看过的很像 七大真主 第三真主实力 不愧排第二啊 这一招便够了 坐山客感叹道 这般压制 那金黄移动速度会极慢 根本无法和巨斧形成联手 啊 金黄奋力振扎 欲要飞行 可速度慢得离谱 焦急喉道 巨斧 这压制太可怕了 这恐怕就是神眼族得到的古老传承手段 你小心 嗯 去福创始者手持黑色神符 可那巨大的迷蒙身影 悬浮单空 却轻声笑道 去福 这是我第二次全力以赴 上次是七大真主 联手灭杀第二轮回时代孔洛 没有至强至宝 你必死 一件至强至宝 如果不施展 胆胆从表面是无法看出的 立焰真主 迷蒙身影发出声音 出手吧 好 第六真主声音响起 迷蒙身影微笑着 有轻声说道 永恒国度 分之亿万星陈寿 何之永恒精神 奇异的月声 开始渗透人心灵 只见两道闭色光芒 开始在无尽时空中 绽放光芒 那正是 闭眼真主的至强至宝 闭眼神光 只见那两道闭眼神光上 浮现了复杂的密纹 同时放射出 亿万光芒 射向一个个 星辰变成的异哨 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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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万头亿兽 竟接羊头发出 同一声咆哮 二号搜的 便迅速凝聚而去 朝那闭眼神光汇聚 亿万星辰亿兽 成形体 闭眼神光 为灵魂 古老秘法 为中枢 直接形成 一无尽微额的 站立在虚空中 有着九个庞大头颅 三十六对羽翼 一百零八对蹄爪 九条各异尾巴 形成了这一巨大的异兽 站在这一方虚空中 那运转法则 早已退去 威亚之强 更是超越了在场 每一个宇宙最强者 寂静 一片寂静 金黄魔神安静了 不再挣扎 巨幅创始者 也死死盯着 巍峨的异兽存在 在石峰内的罗峰 也有些震惊交集 坐山客 也露出金色 永恒真神 第三针主须影 摇指巨幅创始者 杀了他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二十三篇 第四十七章 巨幅的斧头 永恒真神的九大头颅 或是猙獰 或是冰冷 或是咆哮 或是尖叫 或是堤吼 他的每个头颅的眼睛 都看向周围 虚空的诸多方向 目光所致 宇宙空间 完全凝固 即使是宇宙最强者的 微能 都无法令凝固的 空间破碎 碰 碰碰 永恒真神 踩着虚空 每一步都令 虚空战力 发出轰响 一百零八对蹄爪 踩踏虚空 发出的声音 整齐无比 周围 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一个 宇宙最强者 有动静 就连巨幅 创始者 也是手持神符 默默等候 巨幅 只是第三轮回 时代的小家伙而已 成宇宙最强者 时间短暂 恐怕我俩联手 便能令他云落了 第六真主传音道 第三真主 也细血笑着观看着 连至强至宝都没有 在这一招之下 的确有可能陨落 历史上 因为战斗厮杀 导致陨落的宇宙最强者 都极少极少 而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 却看到了 灭杀巨幅的可能 碰 碰 碰 永恒真神 体型庞大 看似缓慢 踩踏虚空 实则速度 早已超过百倍光速 运转法则 在这儿早已无效 很快便已浩浩荡荡 到了巨幅 创始者面前 嗯 伴随着陨寒灵魂冲击的 高亢的叫声 永恒真神 瞬间爆发了 撩雅锋利 体爪如钩 肆意地抓向巨幅创始者 他 所过处 那无比凝结的空间 直接崩裂开 完全笼罩向巨幅创始者 痛 随着一声翠响 巨幅创始者 双手持着神幅 瞬间倒飞开去 竟能挡住 还有点能耐 在遥远处 那迷蒙地放出光芒的 第三真主虚影 微笑地说着 可幸运只有这一次 下次你就 不愧是神眼足 远处倒飞的巨幅创始者 猛地停下 披散的头发下 一双眼睛充满着战意 哈哈大笑着 厉害 这一兽真神 竟然还允含强烈灵魂攻击 我一时不查 倒是让这一兽真神 占了上风 不过你们能占上风 也就这一次了 声音粗豪 却让各方震惊 第三真主和第六真主 不连手 他都不放在眼里 远处观战的座山客 惊讶到 罗锋则是心中 稍微一松 既然敢说这话 那看来 巨幅创始者 是没有生命之威了 第三真主 和第六真主 却真的怒了 真是狂妄 第六真主怒喝 怎么 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压制我们 放出迷蒙光芒的身影 更是发出冷笑声 我心臣真主 纵横宇宙海 敢对我这么嚣张的 屈指可数 更何况我和第六真主 联手对付你 你竟然说要压制我们俩 哈哈哈哈 笑话真是笑话 那永恒真神的九个头颅 同时发出各自怒吼声 再度笼罩向巨幅创始者 远处披散头发的野人 巨憾 发出轰隆一声爆喝 第十二 哇 神府举起 忽然周围时空 出现一柄柄巨幅虚影 每一柄巨幅虚影 都宛如一碗公里之宽阔 仿佛一个世界般 只见足足十二柄巨幅虚影 分散在上下左右前后 等各个方位 在这十二柄巨幅虚影下 那无比凝结的宇宙空间 被压迫的每一处 都开始啪啪啪崩裂开 此刻 十二柄巨幅虚影 每一虚影都是一碗公里之遥 一时间 无尽的空间中 那举起神府的巨幅创始者 宛若这宇宙的核心 而后 他强有力的右臂 朝前面挥披而出 神府挥出 顿时那十二柄巨幅虚影 也迅速汇聚 融入神体 令整个神府 发出无比耀眼的黑色光芒 永恒真神的体爪 也践踏而下 轰 时空震颤 巨幅创始者 后退一步 便定下 而永恒真神 那一百零八对体爪 却是连往后退了三步 一片安静 连金黄魔神 坐山客都被震住了 而第三真主和第六真主 更是不敢相信 你的神府 是至强至宝 是至强至宝 第六真主 忽然发出愤怒怒吼 你竟然有至强至宝 哈哈哈哈 刚得到不久 那你们试试我的斧头 巨幅创始者 站在虚空 乱糟糟的头发飘散着 却有着一股绝对的霸道 你们的永恒真神的确厉害 可是和我的斧头比 还差得远 那迷蒙虚影第三真主 却是缓缓道 你已有至强至宝 按理说 也不至于压制永恒精神 这永恒精神 是我和第六真主 联手 并且根据两件 至强至宝的 威能结合 加上古老传承 感悟 最终创出的一招 你竟然能占优势 你在符上的造诣 厉害啊 厉害 你值得我和第六真主 全力以赴吗 哦 还没尽全力 来吧 我也没尽全力 巨斧创始者哈哈笑着 笑声令虚空震颤 闭言 第三真主道 出手吧 好让这巨斧瞧瞧 第六真主也完全怒了 这次乃是力威之战 如果他俩联手 连压制巨斧创始者都做不到 反备蹂躏 这可真是大笑话 顿时 那巨大的永恒真神 全身开始发出 萌萌的碧绿光芒 无数的碧光 开始凝聚成一个个密文图 令整个永恒真神 开始发生变化 并且又有两道紫光飞起 那两道紫色流光 迅速飞进 永恒真神体内 永恒真神迅速发生变化 是星辰手 罗锋摇摇观战 看到那飞起的两道紫光 顿时暗静 第三真主 又称星辰真主 拥有两件至强至宝 一为星辰国度 一为星辰手 当然 这两件至强至宝的本名 外界不知 这星辰国度和星辰手 是那第三真主 自己对两件至强至宝的称呼 于是这么传开了 第三真主的两大至强至宝 第六真主的一件至强至宝都用了 看来是真拼了 坐山客都放下酒杯 专心观战 京辰真神 又长出了一厚体爪 且极为粗大 竟然直立站着 原本秘密妈妈 大量的体爪 彼此融合汇聚 也变成了仅仅十八只的利爪 她九个头颅 每个头颅配有两个利爪 仿佛是九名 凶神连体似的 吼 吼 永恒真神九个头颅 发出更加疯狂的叫声 十八只手臂 无比锋利 全身更是穿着一层紫色铠甲 三大只强至宝 我俩联手 密法结合 我就不信你能压制 第三真主声音冰冷 而远处的巨幅创始者 看着那气势更加可怕的永恒真神 仅仅只是喊出了三个字 第十三 举起神符 无尽时空中 浮现了十三柄浩广的巨幅身影 每一巨幅虚影宛若一方世界 那巨幅身影 甚至笼罩了远处的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 坐山客等等 这是虚影仿仍在另外一个围堵似的 挥出 神符批出 面对那铺天盖地而来的一个个紫色拳头 利爪 手掌 神符迎上 瞬间交手 巨幅创始者直接暴退开去 永恒真神却是处于明显上风 这让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顿时轻松起来 厉害 看我第十四幅 巨幅创始者紧跟着又直接举起了身符 什么 还有第十四 怎么可能 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 有些惊恶 十四柄 浩广巨幅虚须隐刚一出现 就仿佛拼图般 完全彼此欠和起来 宛若遮蔽了时空 令整个无尽时空一案 没有任何光 一片漆黑 伴随着一声巨响 周围时空又都恢复了 而此刻的永恒真神 正在遥远处翻滚着连连倒飞开去 巨幅创始者却是乱发飘飞 声音轰隆 我的第十四复 我的第十四复竟然都披不散这永恒真神 我这第十五复刚刚创出便让这永恒真神来试试招吧 第十五 巨幅创始者声音一起 紧跟着无尽的时空又再度按下来 可紧跟着在无尽的黑暗中 竟然出现了泛着光芒的巨幅虚影 诡异的是 这巨幅虚影却让在场每一个强者 包括实力最弱的罗锋 都感觉到那巨幅虚影似乎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 他触摸到了 青色十分钟的坐山客 猛的站起 眼眸中满是震惊 元祖 巨幅 人类 人类的潜力果真 罗锋则是完全背着一招震撼了 那在无尽黑暗中亮起的巨幅虚影 是那般神奇 好似在另外一个世界 那种诡异感深深震撼了罗锋的心 罗锋甚至感觉 这一斧头恐怕能够灭绝一个宇宙 当然罗锋明白这只是错觉 那太过强大给自己带来的错觉 他 金黄魔神也愣住了 无声无息 一浮出 无尽时空 恢复正常 而那永恒真神 则是整个崩解 溃散开来 化为了大量的无数星辰 化为了两道闭光 以及一对紫色护手 他 他竟然令三大之宝分开了 第六真主惊呆了 禁令永恒真神分解 他 他 巨弗 这巨弗难道会是又一个元祖 第三真主心中则是战力 他和元祖交过手 当年被打得落荒而逃 在元祖面前的那种无力感 此刻再度浮上尽头 当年元祖被原始宇宙永久镇压 令不少宇宙最强者 暗自庆幸叫好 其他宇宙最强者们 都陷入绝对震撼中 且各个心中 恒事复杂 浮起诸多心思 唯有罗锋 虽然恒震撼 可同样很激动 从未见过巨弗创始者出手 没想到巨弗创始者 竟强成这样 这是我人类族群的幸运啊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23篇 第48章 低头 我一直缺少一件 适合的至强至宝 一直缺少 巨弗创始者 站在虚空中 手持神斧 摇看远处 正因为没有 至强至宝在手 我一直低调迎人 唯恐锋芒太盛 为我人类族群 引来灾祸 元族对我有大恩 他被永久镇压 也只是希望我一定要带好 人类族群 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 你们俩知道吗 什么罪让我愤怒吗 巨弗创始者 双某猛的一亮 两道十字般的光芒 直接划过长空 一声怒吓响起 那就是要灭我 人类族群 灭族 灭族 就你们神眼族 也敢嚣张 要灭我 人类族群 远族在时 你们敢吭声 今天 我就让你们知道 要灭我 人类族群的后果 巨弗创始者 声音震撼 同时已然手持神符 咆哮道 第十五 快走 走 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 又惊又怒 却又顾不得其他 立即开始要逃跑 一府出 无边黑暗降临 宛若在一虚拟空间中的 巨弗虚影 泛着耀眼光芒 紧跟着这耀眼的 泛着光芒的巨弗虚影 便和神府融合 无声无息 批杀向的第三真主 和第六真主 哼 哇 无数星辰阻碍 直接被批散 快 星辰快阻拦他 第六真主 急了慌了 第三真主 却是怒道 他的攻击 连三大 志强志宝的 融合后的 永恒真神 都能批散 我的领域类 志强志宝 怎么困得住他 连他的速度 都影响不了多少 快 我们赶紧先逃再说 你们走不掉的 那一兵巨弗破空 高速飞行 急速追来 速度不断飙升 千倍光速 万倍光速 飙升速度极快 而且那飞行的巨弗周围 腾绕巨弗虚影 肆虐扫荡 令那一次次袭击 来化作流星的 无数星辰 直接被批散 堂堂领域类 志强志宝 对巨弗 创始者 竟难以限制 快 快 快 一座宫殿 高速飞行 那宫殿 仅仅只是 巅峰志宝 而巨弗创始者 用志强志宝 神符开刀 再配合其本身实力 速度何等快 他在接近 不好 在超过十万倍光速下 巨弗创始者 一眨眼便追上了 躲在宫殿中 那就被我封印吧 巨弗创始者 直接是右手一伸 只见他的右手 猛得变大 化为了百万公里的大手 大手的五根手指 每一根手指 都腾绕着斧头须影 令手掌周围 陷入一片诡异的黑暗中 我们分开 躲在宫殿至宝内 根本没法反抗 连永恒真神都挡不住他 这一巅峰至宝宫殿 一旦被抓住 我们在里面也没法反抗 怕会被他扔进 镇压类宫殿中 被他镇压 碧眼 你实力不够 不是他的对手 速速进入我的一方世界 好 若是对方有镇压类宝物 且实力要强大得多 那自然就不能一直龟缩了 哗哗 那一宫殿 凭空消失 一沐浴在紫色光芒下的男子 站在虚空中 穿着一身紫色铠甲 看着巨府创始者 怒声喝道 巨府 我等已经逃窜 你还穷追不舍 如果单单第六真主 在你面前的确有陨落之危 可是我星辰 即使不如你 也没有陨落之危 交出三件巅峰宫殿 这一层次的质宝 你们神眼足合我人类的仇怨 便算了结 巨府创始者声音粗豪 否则 我的伏法 还真的缺少一些适合的对手 来魔力提高 好 我神眼足敬重你 便给你三件质宝 第三真主道 一件巅峰领域类质宝 一件巅峰宫殿类质宝 一件巅峰灵魂幻术类质宝 三道流光 直接飞向巨府创始者 巨府创始者 手一伸 抓住了那三件质宝 看了一眼 便收了起来 第三真主 却是立即化作流光 迅速 高速离去 而遥远处的金黄魔神 以及青色石峰内的座山客 罗峰都有些错愕 神眼足 气势淘天 可没想到巨府创始者强成那样 逼得神眼足两位真主低头 宁可交出三件巅峰 极品质宝 巨府 恭喜啊 原始宇宙人类果真厉害 元祖厉害 巨府你也厉害 哈哈哈哈 有了志强志宝在手 巨府你的实力 竟能强到如此啊 清脆的孩童声音 从金黄魔神那传出 哈哈哈哈 金黄 还请你暂时别将这消息外泄 巨府创始者摇摇道 不外泄 神眼足吃了大亏 消息不外泄 他们恐怕也不会主动 朝外面传播 恐怕他们爸爸的 其他势力也吃亏呢 巨府你真够狡猾的 行 我绝对不外泄 金黄魔神发出清脆的笑声 左山客 也请你不要泄露这消息 巨府创始者转头看向 远处另外一位 这是自然 座山客声音也传出 巨府创始者微微点头 随即身影模糊 便化作一巨府 开始破空迅速离去 金黄魔神和座山客 告别离去 青涩石峰 也朝深渊出口方向飞去 深渊中 青涩石峰正高速前进 老师 罗锋依旧感到激动澎湃 同时内心也有着不解 先给座山客倒酒 我人类巨府创始者厉害 可真厉害 到底能击杀其他宇宙最强者 当然能 座山客在哪儿端着酒杯笑道 当年元祖纵横宇宙海 三大轮回时代 两大宇宙胜地 没有一个敢招惹他 连其他宇宙最强者 远远的看到他都立即远逃 你说 如果仅仅占上风 能够使得其他宇宙最强者这样 罗锋恍然 是啊 如果没有生命危险 元祖也不至于 令其他宇宙最强者 金聚成这样 巨府他的实力 和当年的元祖 还有些距离 可已经很接近了 座山客感慨 巨府创始者 能不能杀死第三真主 罗锋追问 不能 座山客直接道 第三真主 有两件至强至宝在身 他的实力 还七大真主中第二 巨府能压制横扫第三真主 却杀不死 那第六真主倒是弱一些 仅仅仅一件灵魂攻击类至强至宝 遇到巨府很可能被杀死 既然杀不死 那第三真主 为何低头 罗锅峰追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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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山客哈哈笑道 当然得低头 这巨府之前一直隐藏实力 一直没真正爆发过 实力就强横成这样 这次实力爆发 相信很快会再度一次次爆发 和其他强者交战 之前没爆发过 也没同层次强者厮杀魔力 都能如此 一旦和其他宇宙最强者厮杀 对他定有促进作用 只要再进一步 便又是一个援阻 既然这样 还是早些低头也不好吃亏呀 多风恍然 对呀 从未施展那般伏法 都能修炼成这样 一旦厮杀魔力 前进一步的确很可能 既然这样 仅仅要了三件巅峰极品质宝 这对神眼族不算什么吧 罗锋道 哈哈哈哈 你以为神眼族是什么族群啊 座山客摇头道 那可是第一轮回时代 第一大势力 就是和两大圣地宇宙比 都相差无几呀 第三真主都能硬抗巨斧 而那第一真主 即使巨斧再进一步 也最多压制第一真主 那第一真主 当年在元祖面前 可都能扛过来呀 七大真主 一旦全部联寿 更加可怕 呵呵 加上神眼族即将面临大限 七大真主心底 自然无比疯狂 如果真的和神眼族拼上 即使他单独一个厉害 可整个人类族群 又怎么斗得过神眼族呢 怕是其他宇宙支主们 都不敢再进宇宙害了 这是一次恩怨了结 收点好处 又不让神眼族太过心疼 神眼族不愿招惹巨斧 巨斧也为人类族群将来 不愿和神眼族全面开战 坐山客道 于是便是这一幕了 罗峰微微点头 是 人类族群巨斧是厉害 可其他宇宙支主们就弱了 一旦全面开战 为了安全 怕只能被逼的 不敢进宇宙海 如果都无法进宇宙海 闯荡魔力 恐怕人类族群 想要诞生第三位宇宙最强者 都很难了 宇宙最强者之间 实力差距也这么大 罗峰感慨 是啊 也就元族比较变态特殊 我看巨斧应该是受到 元族指点引导 才能这么强 坐山客唏嘘道 否则单靠自己感悟 两个都逆填成这样 也不太可能 元族 罗峰暗自点头 元族虽然被永久镇压 可他却依旧能和人类联系 只是估计他联系的也就巨斧 混沌等少数两三位吧 青涩石峰 进入到疯狂吞吸区 当初罗峰就是被吞心寄来 那吞吸力量之强 比巨斧的攻击还要强 现在要从里面飞出去 是逆着这股吞吸力量 哗哗 青涩石峰旋转着 滑出一道道弧线 在深渊中绕着圈 逐渐地向外前进 要出去 也要抵抗部分吞吸力量 而要借用部分吞吸力量 座山客说道 必须借力 否则宇宙最强者也出不去 只有这样 才能出去 出去过程很慢 怕要数月时间 在这数月时间内 我就帮你将封魔灭神甲 完全修复 之后你就继续上路 该干嘛干嘛 是老师 罗峰恭敬道 离开这儿 自己自然是前往那黑文石柱处 魔力一致 而且自己也得到了 武魂的那黑色信物 就更该去哪儿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23篇 第49章 秘文和秘法 深渊黑洞 微能无尽 青涩石锋 绕着圆盘 旋转着逐渐朝外前进 有点类似 翻船逆流 借力前进 只是要玄妙亿万倍 毕竟这吞噬力量 对宇宙最强者而言 也实在太强了 不敢明知硬抗 老师在修复 风魔灭神甲 罗锋站在山峰之巅 俯瞰无尽大地 要千分不分意识 去操控山峰 孤独 罗锋孤独地坐在那儿 心中浮起诸多念头 之前巨复创始者那一站 当时观战时 是热血澎湃 激动无比 可现在冷静下来 却感觉到自己 和宇宙最强者的差距 宇宙最强者 在原始宇宙 受压制极大 在宇宙海 依旧受到些许压制 如果不受压制 宇宙之主和他们 恐怕差距更大 罗锋很清楚 压制是何等过分 在原始宇宙 如果没有和宇宙之主厮杀 那宇宙最强者 也能做到 言出法随 也能威能滔天 宇宙本源法则 也会给宇宙最强者面子 可一旦和宇宙之主厮杀 那就变了 宇宙本源法则不再退却 反而非常强硬的压制 导致言出法随 就无法做到了 反而宇宙之主 能够掌控时空 使得在领域方面 宇宙最强者 都没有任何优势 当然 当初杀元傲之主 是顺宇宙本源之意 所以才没遭到压制 神力发挥的强度 则相当于完美生命基因的 宇宙之主的神力 这仅仅是很小一方面 并且 还有着最强威能限制 上限限制 是宇宙本源法则 所定下的一个极限制 宇宙最强者 发挥的威能 无法超过这个限制 一旦要超过 就会受到压制 就像当初 虚真魔神 被一条条法则 锁链捆服一样 言出法随消失 神力发挥被限制 连最强爆发的实力 也有一个上限 并且 杀了宇宙之主后 还要遭到严惩 神体受到重创 诸多压制下 使得再原始宇宙 宇宙之主们 几乎不怎么怕 宇宙最强者 稍微厉害点的宇宙之主 便不用怕宇宙最强者了 而在宇宙海 就不一样了 宇宙海 分散着大量的小型宇宙 以及原始宇宙 原始宇宙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原始宇宙 本源意志 依旧是最强的 就算是 茫茫宇宙海中 法则运转 都受它影响 只是宇宙海 其他区域 是其外部 所以原始宇宙 本源发挥的威能 就弱多了 限制也弱多了 仅仅两重限制 第一 宇宙最强者 和宇宙之主 厮杀时 运转法则 不再退却 使得宇宙最强者 做不到 言出法随 第二 神力强度 也被压制 也被压制在 完美生命基因的 宇宙之主 这一层次 仅这两条 至于 仗着质宝 仗着秘法 能发挥 多强实力 这任由 宇宙最强者 发挥了 并无上限限制 并且 击杀宇宙之主 后 也没有惩罚 相对而言 宇宙海中 要比原始宇宙 限制小得多 所以整体来说 宇宙最强者们 都很委屈 原始宇宙本源 罗锋坐在山峰之巅 思索着宇宙最强者 原始宇宙意志 自己等等诸多关系 罗锋 一道声音传来 老师 罗锋回头一看 竟然是坐山客 当即连起身 老师 你不是修复 封魔灭神甲吗 修复好了 坐山客一挥手 一道黑色夹铠 直接飞向罗锋 罗锋吃惊看着坐山客 撤 这才两天没到 呵呵呵 仅仅一个修复 你以为 要花费我多少心力啊 坐山客审视着罗锋 我刚才看你坐在哪儿 在想 在想 我在想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宇宙最强者 宇宙之主 还有 我自己 坐山客 坐山客听了之后一阵 沉默了 沉默了许久 原始宇宇宙 原始宇宙本源 坐山客感慨到 声音隐含着 极其的复杂情绪 当没有成为宇宙最强者时 都只是原始宇宙的孩子 他会呵护你 可一旦成了宇宙最强者 小型宇宙脱离出原始宇宙 在宇宙海中生存 那宇宙最强者 便是原始宇宙本源的 第一次目标 压制 压制 一直是压制 轮回轮回啊 每个轮回时代 都是原始宇宙本源孕育 诞生毁灭万物的一个过程 坐山客感慨 你们人类元祖 真的很厉害 静 静什么 罗峰忍不住追问 坐山客摇摇头 别问了 你不是随时都能 进虚拟宇宙吗 如果你够强 引起元祖注意 你便能和他正式交谈了 或许他会告诉你 当年他为什么那么做 我也仅仅是一些猜测 做不得准 罗峰心中痒痒的 元祖当年 敢挑衅 原始宇宙本源 敢那么做 肯定有一个目的 很逆天的目的 恶就连混沌城主老师 都没告诉过自己 元祖为何去违逆 原始宇宙本源 别想那么多 对你太遥远 坐山客笑着看着罗峰 你多想想自己即可 等你成了宇宙之主 加上星辰塔在手 和宇宙最强者的差距 完全可以忽略 罗峰摇头 即使成了宇宙之主 在密法上 和宇宙最强者差距 依旧很大 自己虽见过虚真魔神 和祖神交手 可那是在原始宇宙 唯能并不算大 可这次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 巨幅创始者的交手 真的让自己感到巨大的差距 你错了 坐山客摇头 嗯 罗峰看着老师 呵呵呵 宇宙之主 是创不出那种 微能的密法 和星辰塔上的密文 所代表的密法 层次却极高 坐山客笑道 这便是至强至宝的 珍贵之处 比如 星辰塔第一层 你当年仅仅催发第一层时 发挥星辰塔 微能很小 可催发第二层时 那第二层密文 选妙程度 已经媲美宇宙之主 最强密法了 你创不出 但是仅仅趋势 难度却降低了 第三层密文 便媲美宇宙最强者手段了 第四层密文 宇宙最强者中 一等一存在 才能创出此等密法 如巨斧 元祖 第一珍珠等 罗峰听得连连点头 对啊 仅仅催发密文 比创造同等 微能的密法 的确要求 低得多 而微能 反而同样强大 甚至 因为有 至强至宝为媒介 能发挥更强微能 在宇宙海中 有一种实力判定方法 坐山客道 侮辱宇宙之主 生命基因为百倍 密法也为创造 这是宇宙之主的一解 普通宇宙之主 生命基因千倍 也创出究极密法 为二解 之上 还有三解四解 像我们原始宇宙的 星河之主 你老是混沌成主 被你一起拖着去死的 五魂之主 都是五解 拥有至强至宝的 宇宙之主 则是六解 也是宇宙之主的 最高解 坐山客笑道 为何拥有至强至宝 就能比混沌成主 五魂之主等高一筹呢 就是因为 至强至宝密文 能代表更高层次 罗峰联盟仔细聆听 六解判断法 他是第一次听到 六解宇宙之主 能媲美没有至强至宝的 宇宙最强者 坐山客笑道 当然 像巨幅创始者 即使没有至强至宝 照样能比六解宇宙之主 强一头 不过我怀疑 巨幅他施展那第十五的福法 也曾说是刚刚所创 我估计是他看到了那神福 观看了神福密文 耳后悟透 恐怕是催发神福的密文 发挥出的真意天意福 坐山客感慨 所以才能发挥那般威能 从深渊中出去 耗费了近三个月 坐山客也指点着罗峰 特别是随着仔细参悟 封魔灭神甲 罗峰便发觉 那五魂之主的武兽大灭绝 其实乃是封魔灭神甲 第三层密文的改动后的招式 一些刚有简单智慧的土著 也会学会用石头 用棍子当兵器 智慧的区别 便看是否懂得用兵器 宇宙之主 宇宙最强者 他们的兵器便是智宝 学会利用智宝 甚至根据智宝上的密文 来创造密法 所以纵横宇宙成名者 也会有一些其成名之宝 比如你 明明自称银河领主 外界却称为你银翼领主 罗峰也明白了 他开始参悟星辰塔上的密文 参悟 风魔灭神假生的密文 参悟是无语义的密文 然后再去创造 适应的密法 而自己的神力化身 则是在隐秘空间 参悟着那比元祖 巨幅创始者更加逆天的古老存在 留下的最强绝学密文图 还有座山客 参悟留下的六大密文图 彼此印证 使得罗峰进步速度 进入一个高速区 风魔灭神假上 其他防御密文等 静节迅速误透 那金色右手上的三重攻击密文 也迅速的误透两重 第三重 也隐约明白大半 估摸着再耗费些十月便能弄明白 这风魔灭神假上的 金色右手第三重密文 不如星辰塔第三重 却也达到了 宇宙之主融合最强密法的威力 你一旦能驱使 估摸着密文图留造纸 也差不多到宇宙之主层次了 好了 现在已出了深渊 我这就走了 可别再发生这种事了 是 老师 罗峰躬身感激道 随即一青色石峰和一雪色宫殿 在无尽洞湖停火中 朝两个方向飞去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二十三篇 第五十章 猎金和银翼 深渊一役 影响很大 然而神眼族虽然吃亏 却并没有对外传播 使得整个宇宙海 各大势力并不知道 宇宙海又多了一个 近乎元祖般的存在 至于深渊一役中 银翼至宝 灭绝神海的最后归属 却成了一个谜 令无数强者疑惑到 到底是谁得到了 难道 是宇宙最强者得到 然后收藏了 那才是真的 霸天天物 而在随后的日子里 罗锋也没听说 巨府创始者有什么战机 也对 到了那一层次 怕是为了夺宝 或者仇怨 才会交战 深渊 隐秘空间 一身休闲幅的罗锋 行走在小岛上 一路走走停停 很是悠闲 而义士 则是在研究着 刚才观看的坐山客 留下的六幅图 坐山客 虽仅仅观察数天 参悟出的六幅图 却已然极高盛 代表着宇宙最强者 那一层次 足以罗锋领会极多 机会难得 我必须要好好的参悟 令我在密文图流上 造诣更深 密文图流上越强 我在法则感悟上 就越加轻足 罗锋轻声道 带得自己密文图流上 达到宇宙之主一层次 法则感悟 怕要快上十倍百倍吧 时间流逝 神力化身在修炼 而罗锋则是在宇宙周内 经过一个又一个危险之地 朝目地地逼近 转眼 已过去了三百多年 神眼族第一小型宇宙 白云悠悠 微风吹过大地 而武魂之主便在神殿二层 在栏杆前坐着 看着这无尽大地 武魂 武魂 一道残影 从远处高空飞来 而后悬停下来 武魂之主一看 顿时笑道 是安永啊 安永之主的化身 则是直接飞到了栏杆旁 到了武魂之主旁边 这神眼族 共有七大小型宇宙 因为神眼族宇宙之主们 分散在这七大小型宇宙 不过在其他小型宇宙 几乎都留有神力化身 以保持消息畅通 安乐之主和罗锋 也有些仇怨 武魂之主仇怨更大 于是过去是同族 安永和武魂 本来关系就好 现在倒是越加清静啊 怎么一脸急色 武魂之主道 我有那罗锋的消息了 安永之主交集连道 哦 武魂之主眼中一亮 眼神中隐隐有杀意 自从当初罗锋 将他拖着一起死后 他早已将罗锋 当成了真正的对手 可是自从当初那件事后 便再也不知道 罗锋的消息了 即使透过一些情报网 和原始宇宙的视力联系 原始宇宙的视力回应 则是 罗锋很低调 在人类族群内 他也没什么动静 所以武魂一直只能忍着 我还以为没了那银色语意 他就不敢进宇宙海了 告诉我他在哪儿 武魂之主连问道 就在宇宙周 安勇之主连道 什么 就在宇宙周 武魂之主大吃一惊 他还敢去宇宙周 他不但敢去宇宙周 而且还在宇宙周内域 并且 安勇之主不愤道 他都进入内域极深区域了 自从当初你和他的事件后 他其实一早就进入了宇宙周 这些年都是在宇宙周床荡 只是他一直用的另一个身份 另一个身份 武魂之主更疑惑 烈金之主啊 安勇之主郑重道 什么 是他 武魂瞪大眼睛 竟然 竟然是他 这 这 这罗锋竟然伪装一个身份 一直在宇宙周床荡 可 可他怎么会有那么强 烈金之主 是在三百多年前 宇宙周内 一次质保争夺时 因此出名的宇宙之主 在这之前 没谁见过烈金之主 可既然赶进宇宙周内域 自然就证明了其实力 后来 烈金之主自己则是开口 说自己叫烈金 于是烈金之主的名字 便传开了 宇宙海中 便有了这么一号存在 这次仅仅仅是外 这次仅仅是露了手 在后面的三百年中 也有过两次珍宝之战 都属于小打 小闹 可也证明了 烈金之主的实力 应该勉强有 四阶能耐 武魂 这次是在波兴海 韩勇之主联盟说道 波兴海 论危险程度 不亚于灭神简 并且波兴海更加耗光 有好几处容易出现质保的地方 所以在那有好几股势力 而之前 刚好有一顶级领域里质保出事 自然引起一场纷争 那烈金之主也插手了 这次争夺格外惨烈 连我们这一轮回时代的 那呲牙之主都陨落了主战本尊 最后那烈金之主竟然发飙 实力更加强大 应该有四阶顶级水准 一举夺得了那件质保 因为波兴海的强者多 因为在清风界 曾亲眼见过罗锋的宇宙之主 第二轮回时代的血仓之主 则是惊呼出来 你是淫义领主 这才让各方强者知晓 原来烈金之主就是淫义领主 暗勇之主说着 也不由摇头 仇敌如此大方光芒 自然心中很是不爽 罗锋之所以能隐藏身份 其实也正常 毕竟强者的生命气息不变 可样貌能轻易变化 而所谓的气息 一般是亲眼看到才能记住 或者是有虚拟宇宙 来模拟那股气息 让你感应 而其他势力 显然并无虚拟宇宙 其他轮回时代 即使构造虚拟世界 还无法完全虚拟出宇宙之主 宇宙最强者的生命气息 这点很难 他的实力竟然这么强了 五魂之主眉头紧锁 他当初进入宇宙海 就把我的本尊搞得陨落 当时我就有预感 将来这个罗锋 恐怕会是我的大敌 可是没想到这才多久 他就竟然达到四阶顶级水准 怎么办 安勇之主看向五魂之主 安勇之主怕倒是不怕 就是头疼 他因为分身缘故 想要他死是很难的 可是安勇之主 却头疼那罗锋 见如今的实力 没想到 短短这些年过去 没了盈意至宝的辅助 那罗锋都能展露 这么强的竞战实力 出发 五魂之主郑重道 出发前往宇宙周 可 可他都到了波心海呀 安勇之主连倒 波心海可是在内域较深处 从外域进去 闯过一个个险地 等到了波心海 那可要很长时间 那个时候 那罗锋恐怕 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们去吹 这 现在不追 以后想要追他就更难 五魂之主郑重道 我马上出发 你呢 好 我和你一起走 安勇之主点头 嗯 五魂之主点头 五魂倒是不介意带着安勇 因为安勇一来有分身 二来神体缘故 保命能力极强 那么完全是去缠住罗锋的一个好帮手 至少在保命 拖延敌人方面 安勇之主 安勇之主要比鲁剑之主强一头 不疯狂 时间继继继继继续往前走 不会因为谁而停下 茫茫宇宙海 原始宇宙 诸多小型宇宙 无数的生灵在诞生 无数的生命抚灭 对强者而言 只是一个静思的时间 或许就是 其他生命一生的寿命 五魂之主 安勇之主 虽然去追了 可是他们和罗锋 距离太远了 加上并无罗锋 将来的前进路线 自然想要追到 极难极难 就算追到 那也是很久以后了 不过这所谓的很久 对五魂之主 这种活了 近三个轮回时代的 存在而言 也不算什么 罗锋进入宇宙周的 第六百二十年 虚拟宇宙 雷霆岛之巅的宫殿 黑文石柱 混沌城主惊讶道 你要去那通天魔柱处 魔力意志 魔力意志的地方有很多 比通天魔柱处 要进的也有不少 为何你去那儿 嗯 罗锋正中点头 魔力意志 是有很多地方 可通天魔柱 越是靠近 那时间流速越快 这样弟子 就能节约更多的时间 在靠近通天魔柱处 或许过去了一万年 外界才过去一年 这样弟子 有足够时间 来魔力意志 二来 又有足够的时间 来参悟研究法则 你现在的决定 我越来越看不懂啊 哎 不过 你的进步也让我看不懂 既然你要抵达通天魔柱处了 我不多说了 混沌城主感叹 他的弟子 当初波星海一役 罗锋名气大造 人类族群 顿时吓得一大跳 连混沌城主 也同样吓得一大跳 他们以为 一直低调 没动静的罗锋 因为损失营益质宝 所以低调潜伏 可没想到 竟然更加逆天了 最震惊的 就是混沌城主 巨斧创始者等几个了 因为他们知道 罗锋还没有跨入 宇宙之主级 没进宇宙之主 竟然都是顶尖水准了 这也太逆天了吧 为了这事 混沌城主 巨斧创始者 在虚拟宇宙中 亲自来和罗锋切磋 这才发现 罗锋虽然神力 仅仅相当于 生命基因百倍的 宇宙之主 可是秘法却极强 按照罗锋 自己在虚拟宇宙中 模拟的 风魔灭神甲 而后催发 施展出的秘法 都已然是 融合最强秘法了 即使是 混沌城主 五魂之主 在秘法上 也比这强不了多少 这时 罗锋才公开说 自己走的是 秘文图流 虽说仅仅是 宇宙之主 却已然创出了 宇宙之主 最强秘法 更能驱使那 至宝的第三重秘法 这数百年 因为参悟那六大秘文图 参悟那古老秘文图 特别是波辛海一役 生死厮杀中 我心有感悟 顿时 秘文图流造诣 终于突破瓶颈 达到宇宙之主层次 都已然 创出了宇宙之主 最强秘法 列经 更能驱使 风魔灭神甲 第三重秘文 翠法 风魔灭神甲 第三重秘文 我神力虽然差一筹 可实力 却算是四阶顶级 若是跨入宇宙之主 神力再弥补 便是五阶顶级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23篇 第51章 燕音之主 在顶级强者 那一层次中 神力差距 都微乎其微 他们更加重视的是 一件适合自己的 至宝 以及厉害的秘法 唯有罗锋 在至宝秘法等 诸多方面 和顶尖宇宙之主 丝毫不差 仅神力弱上一筹 实力发挥 也就降了一个层次 我知道你自己 有打算 杠师去了银翼至宝 又多了另一件 仅次于至强至宝的宝甲 明明才是宝宝 在密文图流方面 却已是宝宝宝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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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殊了些 宝物层出不穷 实力进步莫测 以你现在的进步速度 真正成了宇宙之主 稍微魔力 便能和我相当 混沌城主看着罗峰 眼中有着一丝期待 自从数百年前 在不兴海一 罗峰的爆发 让他和巨幅都震撼了 先是亲手 却和罗峰切磋交谈 随即他和巨幅都去见了元祖 和元祖进行商谈 元祖虽然被永久镇压 可是能够施展 虚拟宇宙这一逆天密法 自然是能够和混沌巨幅 他们交流的 那一次商谈的结果 便是元祖和巨幅都认定 在罗峰未曾崛起之前 混沌是下一个最有希望 成为宇宙最强者 黑暗之主 彭宫之主次之 可现在 按照成为宇宙最强者的 可能性排列 他是混沌城主 罗峰 彭宫之主 黑暗之主 元祖和巨幅两大存在 都极看好罗峰 自此 混沌城主 自然越加重视这个弟子 如果老师弟子 都成了宇宙最强者 那可是宇宙海的一大家话 许之 元祖是混沌的老师 混沌是罗峰的老师 这一脉 接连三个成宇宙最强者 想想 混沌城主都很期待 心中期待着 混沌城主也笑道 而且 以你对宇宙运转的悟性 等成了宇宙之主 他也能很快 尝试冲刺宇宙最强者 不过对此 我就没什么建议了 毕竟每个宇宙最强者的道路 都不同 我也在寻找着 罗峰心中凛然 是 自己成宇宙之主并不难 因为密法造语上的领先 法则感悟将会一帆风顺 加上早已悟透 受神之心 将来成就受神之道 还是很轻松的 可是 想要成为宇宙最强者 就太难了 因为 每个宇宙最强者 都必须走不一样的道路 密文图流派 受神流等等 境界有先辈走过 境界需要舍弃 但凡有先辈走过 就须舍弃 这样 路就很窄了 哈哈哈哈 太遥远了 混沌城主说完 便笑道 对你而言 还比较遥远 先一心修炼成 宇宙之主吧 是 罗峰应道 若是 有麻烦 危险 可告诉我 告诉巨府 现在的你 已不单单 属于你地球一脉 属于你自己的 也是属于 我们人类族群的 混沌城主笑道 去吧 去吧 黑文石柱 那儿我倒是放心了 那里是那个三个老家伙的地盘 弟子明白 弟子告退 罗峰当即退去 身影消散 黑文石柱空间 是整个宇宙周内域当中 少有的没有危险的几大区域之一 强者彼此厮杀的危险 当然不算 有强者的地方 怕便有恩怨 有恩怨 怕就会有厮杀 整个空间 是被十六根 高上千光年的 黑文石柱撑起 除了靠近黑文石柱 区域空间 凝结 无法顺移外 整个空间 其他区域 倒是能顺移 并且 黑文石柱 乃是天然古迹 这十六根 高上千光年的石柱 上面有极深傲的 黑色密文 密文层次之高 就连宇宙最强者 也悟不透 不过 就像罗锋在 隐秘空间看到的 那一古老存在的 最强绝学一样 因为没有按部就班 没有从容易 到尖深的一个 逐渐过渡 所以那遍布石柱的 黑色密文图 根本看不懂 每一根黑文石柱 都威能滔天 比至强至宝都逆天 单单其上千光年的 长度便能显见 而且至今 没有一个强者 真的能亲手触摸 黑文石柱 因为越靠近 黑文石柱 那意志冲击 就越加可怕 就算宇宙最强者 也做不到 到黑文石柱面前 不过 不管怎样 这乃是亦能 轻易观看到的 天然古老遗迹 且密文层次极高 且分布 上千光年的石柱上 还有十六根之多 自然引起一些 蛇伏的老家伙 盘踞在这儿 安全 能顺移 时间流速快 古迹 多多因素 使得这里成了 闯荡宇宙 周深处 强者休息 修炼的地方 雾气 弥漫 遥遥无尽头 一身银甲的螺锋 两次短距离的瞬移 眼前的雾气 就变得很稀薄了 因为黑文石柱空间 也就最高处最下方 四周最边缘地带 雾气浓郁 而中央分散开的 十六根黑文石柱周围 却没有丝毫雾气 又有一个说法 瞬移和无法瞬移的交界处 雾气已经 稀薄尽无了 一道银色红光 划过虚空 耗费六百二十年岁月 我终于抵达 黑文石柱空间了 罗峰化为红光 满脸笑容 心中畅快四溢 不过做山客 混沌城主两位老师 说得没错 战斗是最好的魔力 我进宇宙周 一路闯荡而来 历经大量险地 生死战斗好些次 令我波兴海一意识 终有突破 自己虽然不是宇宙之主 可密文图流派上 自己已然是宇宙之主造影 在波兴海一意后的岁月中 自己更是创造了一套 宇宙之主最强秘法 这可是媲美 微型宇宙的最强秘法 且是攻击秘法 重要的是 自己亲手所创 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当初自己以 列经之主身份进行 后来创出这套 最强秘法后 才直接命名为列经 列经 是自己所创秘法 不过自己最强的招数 则是封魔灭神甲 右手的第三重秘文 被自己特意命名为 灭神 嗯 罗锋转头 看向远处 所以化为银色红光 高速飞行 可自己还是释放着 雪火界的 雪火界 乃是自己此次 宇宙周闯荡以来 得到的数件质保之一 乃是顶级领域类质保 便是因为它 使得波星海翼 一些强者为之争夺 竟然碰到鸿蒙的 罗锋笑了 银河领主 一道深青色的红光飞来 虽极快 可罗锋肉眼都看清了对方模样 正是鸿蒙中 以一族宇宙之主 燕阴之主 燕阴之主 在鸿蒙中的地位 也算较高 因为其实力极强 属于和冰封之主一层次 平常都是在 三大绝地内域闯荡 也有诸多手段在身 极擅长保命 也是极难招惹的 早听说银河领主 得了一新的领域至宝 成无尽蓝色火焰笼罩 我之前的领域一发现 就怀疑是银河领主你 所以就赶来了 一看果真是 能在宇宙周内域 发现我们鸿蒙的 真是开心呢 通体一深青色 飞禽深展开羽翼 它的头顶 则是有着金色鳞毛 同时直接传音说着 人类通用语 鸿蒙内 更多是人类通用语交谈 能看到燕阴之主 也是让人开心啊 罗锋喜悦道 之前早听说银河领主的事了 秋剑之主 五魂之主分身 接连陨落 而后银河领主你 又以猎金之主身份行动 一路而来 更是不断上升啊 怕是我都不是银河领主对手了 燕云之主夸了一番 罗锋一笑 对方提的也是 自己做的真实事件 却是超级强者来拍马屁 自然很是愉悦 燕阴之主谦虚了 罗锋笑道 不知银河之主 拟来这黑文石柱空间是 燕阴之主 在罗锋一旁 二者并化作两道红光飞行着 并且神力为媒介 彼此交谈着 我来这儿 是准备借助黑文石柱 魔力意志 罗锋直接道 哦 燕阴之主惊讶了 魔力意志 宇宙海三大轮回时代 两大圣地宇宙 专门来这魔力意志的 倒是不算多 大多在这儿的 是暂时在这儿休息 或者是参悟 那黑文石柱上的密文 我在这儿已经有些岁月 有些倒是要先告诉银河 领主你呀 燕阴之主请说 罗锋道 黑文石柱空间 因为极安全 又有古籍密文 且极高深 所以 这里一直盘踞着一群强者 特别是其中最强的三位存在 燕阴之主说 那三位存在 可都是宇宙最强者 有独行宇宙最强者 也有 有族群的 分别是第一轮回时代的 北勒星主 雪兰士族 和第二轮回时代的 横行魔神 这我知道 罗锋点头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这三位的脾性 燕阴之主道 为了新主 性格极好 只要你对他尊重 倒也没事 可雪兰之主 乃是植物生命 阿索遍布区域 绝对不能靠近他百万公里内 否则有陨落危险 这两个都还好 一个性格好 一个极邪恶 都能极易应对 最麻烦的是 横行魔神 罗锋点头 他也听说过 横行魔神的一些事 是个很危险 很难应对的存在 可黑文石柱空间 就是这三个老家伙的地盘 必须要警惕 不能得罪 这三个老家伙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23篇 第52章 黑文石柱前 横行魔神 第二轮回时代的宇宙最强者 罗锋脑海中 有着大量三大轮回时代 两大盛大宇宙的 宇宙最强者的一些讯息 宇宙最强者 也有区别 有些擅长灵魂方面 有些擅长物质掩灭 有没有至强至宝 差别也很大 而在宇宙海的最强者 横行魔神 却极为可怕 敢称横行 也能看出一样 论自身实力 它只能算是 宇宙最强者中 普通水准 可称得上可怕 便是因为 它的那些 至强至宝 它乃是特殊生命 天生喜欢 吞噬岩石 金属等 天生就有着 极为坚硬的外壳 据传 它神体的外壳 因为凝结太多 岩石金属的金黄 单单坚固程度 便达到不可思议地步 加上它的至强至宝铠甲 的确足以横行宇宙海 那套铠甲 是一很特殊的铠甲 名为雪海摩铠甲 除了正常的防御能力外 那雪海摩铠 会使得周围 犹如陷入 雪海地域般 弥漫着无尽的 疯狂意志冲击 横行魔神和其他宇宙最强者战斗 倒也一般 可对我们宇宙之主 却有着绝对的优势 燕英之主领导 他一旦发狂 他的至强至宝 迸发的意志冲击 恐怕就是宇宙最强者 都得稍微受些影响 而我们宇宙之主 恐怕会瞬间 处于茫然状态 毫无反抗状态呀 洛峰郑重点头 而且他喜怒无常 燕英之主飞行着 同时感叹 要是独行者 根本不怕惹祸 所以遇到恒行魔神 都得绕着走 如果不是北勒星主 像我 还有其他一些宇宙之主 恐怕 早就离开这儿了 燕英之主道 贝勒星主性格极好 加上他长期参悟 那黑文始祖 一般略有所得 贝勒星主就会公开讲解 令我等收获不小 能这般愿意教导 我们的宇宙最强者 太少了 所以我等都不愿离开 而且在贝勒星主所在的地方 恒行魔神也会给面子 最可恶的是 恒行魔神喜欢变换模样 特别是新来的 从未见过他的 根本不知道他的生命气息 看到变换模样后的 恒行魔神 恐怕还不认识 没有丝毫警惕 一旦稍微触怒恒行魔神 怕就得陨落了 两道红光划过虚空 一路飞行 罗锋也渐渐了解情况 黑文石柱空间 共十六根黑文石柱 其中 雪兰士族 长期在九号黑文石柱 而贝勒星主 则长期在二号黑文石柱 至于恒行魔神 却是没有定所 喜欢四处乱窜 伪装身份 若是认出他的气息也罢 若是不认识 便危险了 前面就是二号黑文石柱 是整个黑文石柱空间 聚集强者最多的地方 燕银之主双翼一阵 高速破空 朝那二号通天魔柱飞去 并列飞行的罗锋 一眼看去 威额高无尽 高直接延伸到 视野的极限 穿进那雾气中 而黑文石柱的底部 也同样渗透到最下方无尽雾气中 海量的巨大岩石 绕着黑文石柱旋转着飞行 就仿佛地球绕着太阳飞 这些巨大岩石也永不疲倦地绕着黑文石柱飞 并且在密密麻麻无穷无尽的巨大岩石中 还有着最显眼的雕刻精美的一些黑色尖顶建筑 那便是空间密室 我从武魂之主那儿 得到黑色信物 却不知道 这黑色信物 对应的是哪里的空间密室 罗锋按道 这里可是有十六根黑文石柱 每一根黑文石柱周围 都有一些空间密室 只有靠近属于我的空间密室 才能略有感应 看来 得十六根黑文石柱 一个个去尝试 飞行中 燕鹰之主则是观察着罗锋 随着和二号黑文石柱 越来越近 那强大的意志冲击 也越来越强 杀 杀 杀 仿佛一碗军队 厮杀咆哮的怒吼 到了这里 一般刚成为宇宙之主的 都需要全力抵抗意志冲击了 可燕鹰之主发现 这个罗锋竟然很是淡然 而无丝毫吃力之色 这个罗锋 修炼短暂 难道他的意志也这般强大 燕鹰之主很是吃惊 我修炼很久 要在这魔力漫长岁月 一直才能魔力到一个高峰 才能轻易抵抗 他怎么能轻易扛住呢 燕鹰之主 罗锋摇指远处 远处一些环绕黑文石柱 飞行的岩石上 盘踞着一些强者生命 我一眼看去 便已看到数位强者 在这二号黑文石柱处 一共有多少强者在这 近百位 燕鹰之主直接道 你看 他们离黑文石柱 距离也不等 有的距离远 有的离得近 这都是看每位强者自身意志 意志越强 自然能够选择 离黑文石柱 更近的巨石再现 其中最深处的 就是贝勒新主 两道流光迅速 飞向那黑文石柱 搞上千光年什么概念 整个太阳系和它一比 都是小布顶 越加靠近 便越加觉得 黑文石柱的威恶 那滔天气息之强 让罗锋心中站立 不愧是被公认的 比志强志宝 还特殊的宝物 至今 还没有任何一个 宇宙最强者 能靠近它 碰触它 银河领主 燕音之主忍不住道 我们离得越近 意志冲击越强 我平时的 静修地方在深处 那里接近我的极限 所以更加能 磨砺我的意志 如果银河领主 你扛不住 可要提前和我说呀 也好 我也想检验检验自己 罗锋一笑 二者不断朝里面飞 燕音之主 时刻在观察罗锋 在他向来 修炼才十余个纪元的罗锋 就算从出生开水 就魔力意志 又能强到哪儿去 可是罗锋 却一直表情很自然 很随意 显然 连让罗锋吃力都达不到 更别说极限了 燕音之主 随着我们靠近 时间流速 在不断变化 罗锋道 这里的时间流速 应该快两百多倍 你一般魔力意志的地方 时间流速快多少倍 列加靠近 时间流速是急速飙升的 燕音之主道 我那时间流速 是一千一百倍左右 像贝勒星主 在宇宙最强者中 都是意志极可怕的 他在这修炼 已超过一个轮回时代 据他自己说 他那里的时间流速 足足有十三万多倍 罗锋哑然 难怪 横行魔神 也得给贝勒星主面子 这个好脾气的 好为人世的 第一轮回时代存在 实力实在太强了 单单意志这般可怕 如果走幻术流 便很可怕了 即使施展简单灵魂攻击 以他的意志附加 便可令灵魂攻击超强 而这样的存在 气度也是不凡 即使即将面临大限 依旧能在这默默修炼 且时常公开自己的参悟 很是平静 燕鹰之主 是啊 在他旁边 嗯 营以黑发人类 那是营以领主罗锋吧 在黑文石柱周围 一些宇宙之主 也发现燕鹰之主 罗锋不断朝里面飞 这让一些宇宙之主 暗暗震惊 能比他们 更加深入逼近 显然意志上更强 他们也不敢相信 一个修炼那么短的罗锋 意志会这么强 他们中有些实力很强 战斗力强 可不代表意志多么可怕 毕竟在这近百名宇宙之主中 只有部分是长期魔力意志 大多是在这暂些而已 这是一个安全的中转战 那就是我修炼的地方 燕鹰之主高速飞行 很快便降落在 一块高速飞行的巨石上 罗锋也降落其上 银河领主 你竟然在这儿都能 抗下意志冲击 佩服 燕鹰之主凯叹 罗锋一笑 还好 自己经历过 羽翼空间的魔力 若是再去羽翼空间之前 自己如果在这个位置 怕是得贵服在地面上 全身发颤 咬牙切齿 汗出如江 而现在 只是感到吃力而已 哦 前面还有不少宇宙之主 罗锋惊讶 看着远处 遥远处 一些远离 黑文石柱更近处 的确有一些强者 在聚集上 对 这里虽然聚集了 近百位宇宙之主 可过半 都是暂时在这儿停歇 并非刻意在这儿 磨砺意志修炼 而真正在这儿 刻意磨砺意志的 在意志上 一般都达到 宇宙之主中的较高水准 有些达到 宇宙之主意志的巅峰 甚至 有些突破瓶颈 在意志上 能够和宇宙最强者媲美 你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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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个 和黑文石柱距离差不多 这十九个 都是达到宇宙之主意志的 一个极限了 再前进 就必须突破瓶颈 发生质的变化 达到和宇宙最强者 意志媲美的地步 你看 在更深处 比那十九位 李黑文石柱更近的 除了贝勒心主外 从我这儿能看到 两位强者 其实 一共是三位 这三位宇宙之主 在意志上 都媲美宇宙最强者 这三个分别隶属于 圣地宇宙 和第一轮回时代 燕音之主解释道 罗锋唏嘘 自己怕和那十九位相当 没想到 在这黑文石柱空间这儿 就能碰到 三个在意志上 媲美宇宙最强者的 宇宙之主 如果放眼整个宇宙海 得有多少 对了 那三个宗 有一个神眼族呢 你曾令神眼族的 究竟之主陨落 五魂之主本尊陨落 愁远不小 你可得小心点 燕音之主 也提醒道 好 他叫什么 罗锋问道 神眼族 敬眼之主 眼音之主 郑重道 是他 罗锋面色微变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二十三篇 第五十三章 敬眼之主 罗锋暗金 这敬眼之主 是和五魂之主 相当的存在 如果按照六阶划分 怕也能划分到五阶 敬眼之主 乃是神眼族 第一真主的弟子 尤其擅长 灵魂攻击 幻术等手段 有幻术类特殊宝物 敬光镜 这敬光镜 论价值 怕也和 风魔灭神甲 相差无几 至少在敬眼之主 手里 闯出了赫赫威名 论神力 这敬眼之主 接近完美极限 论意志 媲美宇宙最强者 又有敬光镜在手 即使和宇宙最强者比 也最多密法上 欠缺险 罗峰暗道 对很多强者而言 宁可碰到五魂之主 也不愿碰到 敬眼之主 和五魂之主 那是硬碰硬 可和敬眼之主 一旦中了灵魂攻击 或者幻术攻击 一时被困 便会吃大亏 当然 虽然很多强者 在五魂之主 和敬眼之主中选 更愿和五魂对战 可罗峰 却是更愿和敬眼之主 对战 五魂之主 真正战斗起来 自己还真的 没有什么办法 烟银之主 你在这修炼 我便不打扰你了 罗峰笑道 银河领主 你在黑文石柱 空间魔力意志 罗氏有事 可随时透过 虚拟宇宙找我 我一直在这儿 燕音之主也道 行 罗峰当即便划过 银色红光 朝黑文石柱 继续飞进过去 嗯 是人类 竟有人类 飞过来了 那是 银甲黑发 银翼领主 罗峰 他竟然能飞到这儿 看来 闯出如此名声 还真不一般 至少这一只 便和我相差 无几了 随着罗峰 飞得越来越近 也让一些 宇宙之主们 注意到了 时间流速 果然在 急速飙升啊 一千五百倍 一千八百倍 两千三百倍 两千八百倍 罗峰感觉到 时空的扭曲 空间早已凝结 时间流速 更是快得可怕 当时间流速 达到外界三千倍出 罗峰终于停下 直接降落在 一飞行的 巨大岩石上 其他十九位 宇宙之主 也差不多在这一距离 压迫好大呀 罗峰站在 巨大的岩石上 摇看远处 位于额高大的 通天魔主 这里的意志冲击 已经让我很难受 不过还好 不至于失态 难怪那十九位 没有继续前进 若是再前进 怕就控制不了 神体 得失态了 全身发颤 汗出如浆 血液渗透出 等种种迹象 都会出现 灵魂痛苦不堪 那都是失态的表现 现在感到无比吃力 压迫极大 已然即可 以后我魔力一致 就在这巨石上 罗峰暗倒 原是宇宙人类 迎合领主罗峰 出现在宇宙周的 黑文石柱空间二号 黑文石柱周围 罗峰现身 就在黑文石柱空间 是那淫义领主 他就在这 我刚刚亲眼看到他 没错 周围有近百位宇宙之主 刚才便有好几十位 注意到罗峰 自然消息 很快就传播开了 对此 罗峰却早有预料 毕竟这一次 是要长期在这魔力 想要隐瞒都做不到 不过就算公开 也不算什么 自己的仇敌 主要是神眼族 其他势力 倒还不至于 和自己火拼 至于神眼族 巨斧创始者的实力 虽然还没在 宇宙海中公开 可神眼族第三真主 第六真主吃了大亏 怎会不知 就算要对付罗峰 恐怕也就和自己 有仇的宇宙之主 来报复 至于宇宙最强者 这一层次 怕还不敢乱来 巨斧的威胁力 可不是开玩笑的 穿着一层白袍的 静眼之主 皮肤犹如白玉 正闭着眼睛 站在巨大的岩石上 他身后的独眼虚影 隐隐在放着光芒 正时时刻刻 抵抗着那意志冲击 他所在的这里 李黑文石柱 要静得多 一般宇宙之主过来 怕就得被冲击的 陷入茫然无意识状态 嗯 静眼之主 感应到寂静的时空中 有一丝波动 当即转头看去 远处 那个距离 是一些意志达到宇宙之主极限的强者 盘踞的地方 可是 他所感应到的方向 却正降落下一道人影 人类 静眼之主皱眉 紧跟着略一辨认 眼中 便略过一丝力芒 但是很快 便收敛了 轻声自语 盈翼领主 竟然敢跑到这儿 真是有胆量 纠见 他有分身 我无法真正令他陨落 只有灭杀他这一分身 为你报仇了 看似平静 静眼之主心中 却是燃烧起疯狂的怒火 杀意在沸腾 早在他静眼之主 成宇宙之主之前 他年幼时的家人朋友等等 早就老死了 在漫长的近三个轮回时代中 神眼族的一群宇宙之主 乃是同族 又是同一层次 因为性格等自然 也有了一些小团体 甚至有些还是生死之交 静眼之主和纠见之主 关系便极好 交情极深 近三个轮回时代的相处 早已习惯朋友的存在 纠见陨落 自然令他难受 可罗锋行踪成迷 时而出现在灭神舰 时而出现在波星海 偶尔露出的几点行踪 让强者很难断定他的路线 很好 一道白光迅速破空飞出 直接朝罗锋方向飞去 是静眼之主 静眼之主 这么飞向那淫翼灵主所在 难道因为九点之主 五魂之主的事 人类罗锋麻烦了 其他一些宇宙之主 发现这一幕 都暗暗观察 却没谁插手 罗锋刚盘膝静坐 忽然便看到远处 一抹白光 正朝着飞来 嗯 罗锋眉头微皱 静眼之主 那白光 维持百倍光速 迅速兵计 片刻 便减速 划过一道曲线 坠落降临在 罗锋所在的 这一巨型岩石上 这巨型岩石极大 罗锋和静眼之主在上 就仿佛地球上的 两只蚂蚁般微小 迎翼灵主 清冷声音传来 那白衣身影 一步步走来 每一步都越过 数十万公里 快地留下一串幻影 我叫银河领主 并非银翼领主 罗锋这才起身 很是悠闲轻松地 看着远处的白衣身影 静眼之主 你找我有事 你不知道 静眼之主 显得很是冷漠的 一步步逼近 为了纠建武魂报仇 罗锋反问 还是为了你们 神眼族的脸面 不管是哪一个 你都得死 静眼之主冷漠着 寄居前进 和罗锋距离 不断缩小 他的声音 透过萌萌青色光点 传播到罗锋这儿 开死 罗锋笑了 静眼之主站定 看着罗锋 被吞袭进深渊 损失淫义至宝 可没想到 你又这么快崛起 可惜你还智能 我看你似乎不怕 罗锋轻笑一声 怕 开玩笑 自己有 风魔灭神甲在身 风魔灭神甲 才智特殊 能令虚化的灵魂攻击 削弱到百分之一 这也就罢了 自己最大的王牌 乃是体内的星辰塔 星辰塔乃是 至强至宝 有星辰塔镇守灵魂 自己还怕什么 所以 自己虽然惊奇威名 可若在那 五魂之主 静眼之主中选 的确宁可和 静眼之主一战 臣是自信 静眼之主冷漠的 那就死去吧 骨子里 静眼之主是很孤傲的 忽然 他身后的独眼虚影 猛得大涨 并且一古老的镜子 从他体内浮现而出 融入到那 独眼虚影中 顿时 令背后的独眼虚影 变得凝视 就仿佛一巨大的独眼 在摇摇看着罗锋 一股无形的攻击 便直接降临 罗锋了 死了就干净了 静眼之主冷漠着一挥手 一道白光 迅速破空 飞向罗锋 在飞行中 便化为了耀眼的一条白色异兽 这条异兽 有点类似白色蛟龙 却有双头 这类似双头白色蛟龙的一兽兵器 划过长空 伴随着低吼 瞬间就到了罗锋面前 两个蛟头 直接猛的一盒 仿佛剪刀 要剪死罗锋刺的 中了我的幻术 毫无反抗之力 即使你身体够强 最多多攻击几次罢了 静眼之主冷漠道 这就是很多宇宙之主 不愿和他交手的原因 一个在灵魂方面 超强的可怕存在 是很可怕的 当然 一旦灵魂攻击被抵抗主 那也同样 没其他什么手段了 精通灵魂攻击的 在物质攻击方面 一般都不强 像班夫之主 在物质攻击 厮杀方面 就很一般 静眼之主 虽然要比班夫之主 厉害得多 凭借灵魂方面 足以立足武剑 可单单物质攻击 最多勉强 四阶水准罢了 不过这已经很厉害了 砰 站在那儿如同木桩的罗锋 忽然 猛的一挥手 右手如利爪 周围的时空 瞬间撕裂 一巨大的利爪 每一根利爪 都凝聚着金光 宛若金色刀刃 这五柄金色刀刃 聚集成的巨大利爪 狠狠抓拍在 那撕咬剪杀来的 双头白色蛟龙翼手上 伴随着一声 痛苦的嘶吼 啪 双头蛟龙头颅 直接碎裂崩溃 这至宝催发密法后 形成的异兽 一溃散 便露出了至宝的模样 一柄看似普通白色长齿 砰 白色长齿 被抓拍得 翻滚着狠狠砸在 岩石的大地上 令岩石震颤 你 敬眼之主大惊 顾不得其他 联盟再度施展 他的最强手段 静灭轮回 罗锋确实一闪 作为兽神之道强者 领悟兽神之心后 神体每一处都能当兵器 密法直接运用自身 罗锋的移动快得可怕 犹如一头可怕的兽神 一闪便到了敬眼之主面前 巨大的宛如五柄刀刃组成的利爪 直接排击在 敬眼之主头上 敬眼之主 竭力抵抗 却轰隆一声 仿佛馅饼一样 被打得直接趴在 岩石大地的深坑中 就你 也想杀我 罗锋的怒吼响起 做你的大梦去吧 你怎么能 敬眼之主从深坑中 一闪便要暴退 可他依旧不敢相信 他最自傲的绝招 静灭轮回 竟失效了 这就是走灵魂一脉 强者的弱点 若是对方受灵魂攻击影响 那么注定被蹂躏 可如果自己灵魂攻击失败了 那自己就要反被蹂躏了 这就是 除非 优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